目前来测试展示几个Squatch擴充功能的一些功能 我自己想要的 修改了一下Flade的积木 在扩充套件里面有一个Jackson的积木 就是这里的,第一个我们先来展示读取OpenData的资料 这个资料必须是Jackson格式,我们用到的是这个积木 我们看到的部分是台中市公共自行车租借者即时资料 这是OpenData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笔资料是冯甲大学的 可以有447,还有447台可以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会先说台中市的资料 然后我们会取出资料 会秀出来,那资料蛮多的 然后冯甲大学47台 这是第一笔,如果你是第二笔呢 这边改成2 这边改成2 改成2,第二笔的资料是 秋红谷的,秋红谷的资料 我们来看秋红谷的资料 34台可以出键 这个就是OpenData的使用 再来一个是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读取Google表单上面的资料 Google表单上面我们用的是 这个是这一个 我列了一个中文英文的 那个表单 试算表 苹果是Apple 香蕉是这个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读进来 那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就把你只需要把Google表单上面 share出来的网址过来 然后请他念 找出中文跟英文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们来测试 苹果 Apple 那如果你要第二笔资料 我们来测第三笔好了 第三笔资料 第三笔资料是什么 牛肉 所以我们会看到 第三笔资料 会是牛肉 再来我们也希望如果我们有资料可以回存到 Google的试算表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一个积木 可以让你写入三个栏位的资料 那我们等一下会写入35 许公盖 还有95 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我们存在TEST的这个资料表 这个栏位的名称随便你自己订 那我们最后会把时间再写入 所以我们会写入这三笔资料 三个 储存格的资料 我们来看 执行这个积木 TEST OK 我们回来看 35许公盖95 那他的时间 是我们现在的 好 始终的时间 17分 几秒 这是这一个 再来一个我们示范的是 我一直希望可以读 TXD档 所以 写了读取文字档 那这文字档是什么 就是 我现在把文字档放在执行的 目录下 A.TXD 李白下降临这个 李白下降临这个 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读出来 所以读取 有读到 然后第1句第2句第3句第4句第5句 那当然你可以用变数就不会这么长的积木 这应该有一些 范例可以应用 再来一个是 Squatch可不可以开启YouTube的 网站 或者是其他网站 当然 用这个积木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开YouTube的 影片 直接放到最大就可以看 已经好 那如果你想直接开你的MP4的档 也支援这样子的做法 那当然这只是支援串流影音 那这个我是把它放在 一样放在这里 这1.MP4这一个 这个 影片长的是这样 那这是这样 那我们直接播出来的是这样 这样就一样可以直接播我们的影片 这样就一样可以直接播我们的影片 谢谢